剧场导演魏英娟的西夏旅馆蝴蝶书 改编自作家洛以君的长篇小说西夏旅馆 他行脚印度和西藏等等原著提及的地点 创作出结合摄影还有戏剧的 330分钟魔幻写真剧场 邀请了十多位创作者跟文学进行一场 独特而繁复的剧场表演立体对话 并且深层反思国家历史书写 还有台湾近代历史和族群的矛盾冲突与和解 剧场影像音乐视觉美术等艺术家跨界合作 将小说家洛以君的作品西夏旅馆 45万字的小说翻转为5个半小时的剧场演出 这是剧场编导魏英娟的作品西夏旅馆 联书 1949年旅馆重新装潢 老东家一想天开就把这里改名叫做西夏旅馆 周大漠风格 哎呀也辉煌了好多年啊 魏英娟耗时八个月写出八万字的剧本 故事就从原著的最终章 图尼克造字里 宛如蝴蝶飞行姿态的新文字开始 好的 又到了我们西夏文字艺术节字迷游戏时间 接着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第四个字迷 七个字迷 七个真相 七张房卡 七个故事 西夏旅馆蝴蝶书从小说中的巡富 杀漆以及西夏帝国三条线索出发 再延伸出新情节 借此探讨国家与身份的认同 你的名字汉明 听起来像闽南语的汉明 有做白日梦的意思哦 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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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说闽南话 不好意思 有点幼稚 现在学校在大力推行国语 说闽南话的要被罚钱 我们班学生哪一天到晚都在玩这种同音游戏 找机会招同学把柄 我挑了一些照片然后做了输出 所以刚刚除了大门口大家看到是 演员的肖像拼贴 那照片这件事它代表某种identity 我们某种身份 那这整个是因为在谈家国认同谈 性别认同谈 我们整个的台湾的所谓的政权交换 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岛屿里头 我们的命运是什么 文字阅读转换为影像阅读 威英娟将作品定调为写真剧场 让影像照片与故事对话 那我觉得阅读影像这件事情是很好 那其实我觉得阅读照片其实是很困难的 到底什么是写真 搞不好是写假 其实很多照片是可以作假 所以这个我用写真再去回应我们整个历史 岛屿的历史 历史很多也是假的 舞台设计王孟超打造出长30米宽6米 宛如伸展台般的舞台 借此营造出原著中人生路与女性缠道的意象 它是用铁路来比喻人的基因 所以人的基因交叉很像铁路 那因为透过交换基因 所以人类开始有了精彩的故事 所以我就在戏里头 我就觉得我的舞台需要很长 第一个是金银铁路的意象 第二件事情就是 它很像一个女性的产道 你看那个门打开 然后那个平台推出来 这其实还那个整个性的意象 或生产的意象其实是很清楚的 各种梦的穿插跟连结 17位实力派演员330分钟的演出 分为阴阳本上下两集呈现 看见小说在剧场中的华丽翻转 4个月 5个月 6个月 5个月 都不染 货场中的颗价